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會議後的傳媒簡報會 台上有專家委員會的兩位共同召集人 孔凡毅教授李卓廣醫生 然後就是衛生署的代表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醫生 以及衛生署助理署長藥物陳寧峰先生 先請林醫生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截至到3月7日為止 在疫苗接種計劃之下 一共接種了大約9萬3千劑新冠疫苗 當中科興有第一劑9萬1千8百 復必泰第一劑1千2百 當中60歲以上接種的人士佔大約64% 大家亦都知道 在預防及控制疾病使用疫苗規例第599K章之下 其實我們已經定名了 就是局長 食衛局局長在批准認可新冠疫苗 是用於市民接種的時候 就要設立一個 藥物不良反應監測機制 從而持續監測新冠疫苗的安全 在這個機制之下 其實衛生署已經推行一個 藥物安全的監測系統 就一直接收所有醫護人員 或者藥劑業界 關於如果接種了疫苗之後 有一些異常事件的報告 另外也都設立了一個主動監測的機制 就著一些罕見或者異常嚴重的事件 就是我們叫關注事件 我們政府就會主動向公私型的機構 收集數據 進行因果關係的評估 在這個機制之下 就匯報一下 在3月6日截至到下午4點為止 衛生署共接到16宗非常嚴重的異常事件 主要也都包括了非嚴重的異常事件 16宗非嚴重的異常事件 主要是一些頭痛、身體疲倦等等 以及45宗涉及住院的非預期 以及嚴重的異常事件 就著這些接種疫苗之後 出現的一些異常事件 我們是非常關注 首先我們也都想重新提醒 港大的市民 當在接種、預約去疫苗 接種中心去做接種的時候 其實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清楚 在網上的訊息 包括了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聯合科學委員會 以及藥廠指示的禁忌 那些都說明 就是說哪些人是不適而接種疫苗 此外呢 亦都說如果是特別提醒 有一些人士 如果他有嚴重的過敏史 多於對一種藥物的類別過敏 或者對藥物或者其他曾經有任何疫苗 有嚴重的過敏反應 那些人士 亦都先請教了 諮詢了家庭醫生 或者主層醫生 然後由他們評估 適不適合接種的 另外 第二類別的人士 我們亦都再次提醒 就是說如果患有慢性疾病 或者有其他的病 而亦都自己不確定 是否合不合要接種疫苗 亦都必須先 先諮詢了家庭醫生 或者自己的主層醫生 然後才由他們 經過評估 決定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那今天就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 就很多謝孔帆毅教授 和李卓廣醫生 兩位聯席的召集人 召開了會議 就是談 這排大家也都聽到的了 就是一些 接種了疫苗之後 出現一些嚴重的異常事件 那這個呢 我現在就請孔教授李醫生 就向大家講講 那個有關的會議的結果 麻煩 好 多謝林醫生 那衛生署在2021年的3月6號 7號和3月8號 就是分別接獲在醫管局情報 有四宗的懷疑 與接種新冠疫苗之後的 嚴重的異常事件報告 包括兩宗的死亡個案 以及兩宗 現在在深切治療部留醫的個案 第一宗的個案 就是一名55歲的女子 在3月6號 在公立醫院去世 根據這個紀錄 病人曾經在3月2號 是接種了新冠疫苗 克爾來福 初步死因是為急性心肌的梗塞 這個是他臨床的診斷 但是根據現有和該案有關的資料 專家委員會知道有關人士患有長期的病患 包括高血壓和高血脂 現在那個個案已經交給死因裁判官去跟進 以及已經進行了解剖 衛生署也會向裁判官申請取患有關解剖的詳情 以及已經獲得批准 根據解剖的初步資料顯示 病人是有大動脈的撕裂 以及影響到頸內血管的撕裂 而導致病人其實有一些所謂中風的病徵 專家委員會基於會議上 亦都有審視過這些所有的資料 以及考慮過病者的病況和病歷 相關的臨床數據 以至到和疫苗相關的資料 以及初步的解剖發現 專家委員會一次認為 病者的情況和新冠疫苗接種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專家委員會是會需要研究全面的解剖報告 才可以總結他的因果關係的評估 第二個個案是一名80歲的男子 在3月6日公立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初步的診斷是急性冠狀動物綜合症 現時的情況是危態 根據紀錄 他曾經在3月1日接種了新冠疫苗 克爾來福 而根據和個案有關的資料 專家委員會知道有關的病人 本身有長期的病患 包括糖尿病、頸動物硬化、高血壓 以及曾經是中過風的 綜合各種的發病的時序 以及各種的因素 以及疫苗的相關資料 專家委員會初步也認為病者的情況 與新冠疫苗的接種並沒有關係 我們會繼續跟進資料 以及之後的其他的報告 而去審核他的因果關係 接下來我跟大家講講第三宗個案 這是一位72歲的女子 在3月6日在公立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這位病人的臨床診斷是高血糖高滲壓狀態的情況 根據紀錄顯示 他在3月6日接種新冠疫苗克爾來福 專家委員會現有的資料檢視有關個案 包括考慮病者的病況和病歷 相關的臨床報告數據 以及疫苗的相關資料 事件與疫苗接種進行因果關係的評估 我們專家委員會認為 雖然可以來附疫苗引起濾濾的情況 是已知的配作用 但有充分的證據顯示 病者的情況最有可能由於 他沒有定期注射而倒數人氣 最後一個個案 就是一位71歲的男子 在3月8日即是今日在公立醫院離世 根據紀錄顯示 他在3月3日接種新冠疫苗克爾來福 專家委員會今天都在會議上審視了 現在有的資料 包括病者的病況和病歷 相關的臨床數據 以及疫苗的相關資料 但由於病人在很短時間過世 我們都需要有足夠的解剖報告資料 才可以做一個評估 現在的個案 我們知道醫院已經將個個案 轉交給死因裁判官 希望在未來的時間 盡快有個解剖報告資料 我們有個報告先後 才可以做一個因果關係的評估 好 在這裡我亦都加了一些背景的資料 看回2018年的數據 在香港來說 平均每一天因糖尿病 或者聘發症而死亡 是有1.3人 70歲以上的人士 死亡率就會顯著增加 在2018年來說 平均每天因患心病 或者腦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數 分別為10.3和8.3人 亦都在70歲以上 死亡率就顯著增加 至於大動脈撕裂的個案 全年有369宗 平均每天都有1宗 在2020年因心肌梗塞入院的數字 是7300宗 因急性中風入院的數字 是10300宗 好 現在是體驗時間 麻煩大家在發問前 先介紹你代表的機構 第一條 這邊這位女士 你好 新聞台 其實想問回 關於80歲那位死者 即是有頸動脈硬化那位 其實會不會是打疫苗 會引發一些免疫反應 有沒有看過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 疫苗引發的免疫反應 令到他有些嚴症 會影響到他的動脈 會比較容易破裂 雖然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但是會不會 其實打疫苗也會影響到 血管的問題 還有關於 今天最新的中死亡個案 有沒有多一點資料 譬如他是不是 是看私家醫生那裡去接種 還有是不是都是沒有長期病的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照計他就已經看了醫生抗收果 他這個情況底下 打疫苗也會出事的話 其實有沒有研究過 那個原因和疫苗的關係是怎樣 另外就是想問 72歲那位 就是說可能跟他沒有接種 沒有注射兒倒數是有關的 但是其實疫苗會不會 其實本身都有機會 誘發他那個嚴重的糖尿病 酸中毒呢 另外就是想最後問一下 今天的委員會 有沒有邀請一些心臟科 或者糖尿科、內分鼻等的專家 去加入討論 麻煩你 請回答一下 請回答一下 我想回答一下 我們今天開會 其實是有請心臟科 和心臟治療部的同事 說回每一個個案 另外就是 你說應該是55歲的女子 因為那個大動脈撕裂 其實疫苗注射和大動脈撕裂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知道 其實看回流感疫苗的 或者是一些 譬如肺炎免候菌疫苗的注射 和那個嚴症 或者誘發到嚴症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情況 反而你看回一些大的數據 來看回 注射了流感疫苗 或者肺炎免候菌疫苗 其實是會減低那個嚴症 或者減低它 反而是心臟病 又或者是其他心血管病的拼發症 我們香港大學 或者我本身也都有這些研究 之前也是做過 也都是一些大的 這個期刊是刊登了的 那或者我補充另外那兩個問題 關於那個女子 就是糖尿病 進到醫院就是那個病 那個診斷其實叫做高血糖 高腎壓的狀態 類似你剛才說的那個情況 不過沒有那個同孫的情形 其實主要來說 其實有部分市民接種疫苗 我們知道會有時候 有些疲累的情況發生 但是糖尿病的病人 其實如果不舒服 就是他接受二島素治療的話 他就不應該自己停的藥 或者改變的 因為會有大的波幅 血糖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建議市民 如果打完疫苗之後 有任何不舒服的話 都盡早去看醫生 看看有沒有需要跟進的地方 就是主要的情況 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今天凌晨的時分 就是一個七十歲病人 就是在醫院過世 其實我們有的資料顯示 這位男子 其實過去沒有特別大的病歷 在這裡 他在私家醫生 就接受疫苗注射 我們暫時來說 都沒有確實的診斷 因為其實他從打狗狗 去叫十字車到急症醫院 其實很短時間已經過世 所以這個個案 是需要交由死因裁判官 去跟進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我們先有一個確實的報告 知道原因是甚麼事 有一個確實的診斷 否則這次輛定發生 嚴重指數字 嚴重指數字 話說得完 司委席 或許我補充回 關於收到那個嚴重 收到那個在截至3月6日 下午4點為止 我们一共收到16宗非严重的异常事件 主要是头痛和身体疲倦 另外45宗是涉及住院的非预期和严重的异常事件 除了刚才有一些特别关注的个案 主要都是一些轻微一点的 比如头晕、心跪、头痛、恐怖不息等等 下一个提问 那边的那位男士 你好香港01记者朱海奇 第一条问题是想问一些个案 第一种个案离世了一个星期 它的详细解剖报告出炉尾 是否可以完全排除 它和疫苗和死者的间接关系都可以排除呢 第一种个案 第三种个案 今天那个71岁男士死者 刚刚就说它没有长期病患 有些报道就说它是二十多年前曾经有甲状腺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死亡呢 还有就想问一下 其实这些医生都会很担心疫苗会引起一些幼客 这次他就是无故随着睡觉就暈了 没有知觉 会不会是疫苗引致的幼客令到他过世呢 然后想问一下他是不是3月3日打针 是不是在启程村的私家诊所呢 知道那个诊所应该是知道他的病历 因为是家庭医生来的 这次医生都帮他抗修了 才帮他打疫苗 但是最后都不幸的离世了 那么医生如果是 最后证实了是跟疫苗有关系 那位医生有没有医疗的责任需要赴上呢 接着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问 不好意思所以想问一下个案先 昨天有一位女士对虾有敏感 打完之后就起风烂 那个是不是很明显是疫苗引起的一些过敏性反应呢 虽然它不严重 但是是不是也很明显是疫苗第一种个案呢 第二题就是想问一下数据 刚刚教授也提到有些基线水平 糖尿病 每年大概有多少人患上过身的那些 其实之前也说过会制定一些基线水平 什么时候会公布 公布的时候会是包什么病 会包多少的死亡率 还有其实科卿 BioNTech他们定期要交报告的嘛 最新2月3月的数据打了多少人 他们有多少人有副作用 有多少人是离世 还有没有细分去到心脏病 糖尿病患者那些离世数据呢 第三个问题最后就是想问一问 其实现在呢 刚刚DH就看了16加40几个个案 委员会是不是审视了16加40几个个案呢 那现在有多少个个案 初步或者几乎都肯定是和疫苗有关系呢 还有最后想问一问呢 就是刚刚也说到那个胰倒数的病 因为他没有打两针胰倒数就引致中毒 很多人都不明白其实什么是病情稳定 那他原来他不打两针胰倒数就会引致中毒的时候 这个个案其实算不算病情稳定 他需不需要打呢 很多医生都很想专家可能想制定一个 长期病患者稳定的指引 那其实专家会不会做呢 不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做的话会包含什么长期病患呢 谢谢 我想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那63岁那位过身的人士 其实我今早早也有跟病理科的 沙发病理科医生沟通过 那我自己也是去到现场看了那个解剖 就是上个星期 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现在那个结果都是 那个报告都会说病人是有严重的观心病 导致到是有一个严重的心肌梗塞 和这个所谓的肺水肿的情况 而导致呼吸衰血死亡 但是一些更详细的病理的分析 和病理的研究 其实还是进行中的 因为那些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它就算去 假设它去 去确认一个肺水肺 那些化学和病理的步骤 其实要需时的 那些我相信 希望在尽快的时间 有一个完善的报告 那我们再会和大家说这件事 说不到的 因为这个其实要时间 还有也都是要去回 最后去回那个死因研究庭 那里是拿回那个报告 那需要一些时间的这方面 就说回昨天那个 七十一岁男士 就今早凌晨过身那位 那我们现在有的资料 就是它很多年前 有个甲藏线的问题 但是就没有最新的其他资料 在医院管理局里面 那也都在一个私家医生里 接受注射 我们其实 看回那个很短时间的病历 就是那个 要去求诊急症室到 到过身的时间非常短 我们现在有的资料都有 我们需要 要转介死因裁判 然后再 在那方面 再深入去了解 究竟 导致 过身的原因在那里 所以 暂时来说 我们只可以和大家 讲到这些资料在那里 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 我们只有十多个小时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所有的详细资料 所以这些资料 都需要迟一步才知道 但是相信 看到的资料 其实都是很多年前的事 相信都是一些过去的问题 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在那里 我暂时说 我这里就是知道 她是私家医生接受注射 最差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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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说 如果是一些食物的敏感 各方面的事情 其实都比较常见 我们都是这样说 如果你有些真的药物的敏感 我们都建议你不要接种疫苗 需要找到你的家庭医生 还有可以去私家 也都有或者公立医院 也有一个敏感门诊 去做一个西茶 才进一步去接种那个疫苗 其他 譬如食物上的敏感 其实是有的 就算你接种流感疫苗 或者其他的疫苗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这些通常我们都会建议 是 当然是有一些治疗 譬如是一些 我们叫做 antihistamine 一些止痕药 基本上很短时间 就会控制得到 如果真的有担心 其实也可以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 还有去那个敏感门诊 去求医 然后才接种第二剂的疫苗 延迟了是不要紧的 就是晚一点才接种 或者我刚才说回 因为其实我想在临床方面 就是我们内分泌波医生 如果一个病人需要胰岛素治疗的话 他们不断都会提及 重要性 饮食和注射胰岛素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当一个病人 如果他是有不舒服的情况 他自己决定去做这件事 要小心的 所以我们都是在这里建议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要尽快看医生 南院大夫公主席 第一件事就是 你提及过医生的责任 在我们CAT599k的法例下 第十条条款 也提及一个豁免的情况 主要因为大家都知道 新冠疫苗研发很快 亦都是為了應付這麼重大危害的疫情製成 在施打疫苗的提供者方面 我們亦都希望有一個適當的保障 令到在許可使用之下 能夠令到疫苗整個計劃順利開展 在豁免度亦都說明了 只要施打者本身真誠地進行那個步驟 而另一方面風險是源自於疫苗的話 它是可以豁免民事上的責任 但大家亦都知道 所有病人與醫護者之間有個關係 當中在求醫的過程 有沒有其他的情況 那些就是恆常我們醫護間的關係 就是去那套準則去處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科興上來說 兩件事 我先說一直以來他們的數據 一直以來就是為何他們可以得到 顧問專家委員會 還有最後亦都得到衛生防護中心 聯合科學委員會 那個叫做制定一個指引可以使用 專家委員會就推薦了 也都建議我們可以批核 主要建基於第一期第二期的數據 也都顯示到安全 以及可以產生到一些中和抗體有效的 當然在第三期 長者的數據雖然是少些 但是也都是我們現在是在那個 就是專家評估過 在那個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在那個利益 就是接種了疫苗之下 那個效益是高於風險的情況之下 就是要進行了 那它那個持續的數據 我等一會可能交給陳先生補充一下 而在那個…我也都回答一下 你剛才說了 如果有一些長期病患者 要不要有一些很具細無遺的指引 各方面 那這裡其實我們也都再提一次就是 如果有一些根據專家看過 也都藥廠的資料 也都是一個禁忌 就是如果有很嚴重 未受控的慢性疾病 就不要接種疫苗 這個第一樣 第二樣呢 如果你本身有很多疾病 你不知道是否正確 也都要先看醫生 先經過一個評估 尤其是慢性病的病患者 也都要是同樣的 就是最好是經過醫生的那個評估 就再去決定 進不進行這個接種疫苗 那個指引其實我們 其實是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就是我們叫醫專 和一部份的專科學院 也都談過的 就是在這個階段 其實因為你制定很多硬性的指標 也都有很多不同類別的慢性的疾病 如果每個人 譬如一個80歲的人 和一個60歲的人 同樣一個指標 它那個含意 背後的臨床 那個含意和處理方法都會不同 故此我們暫時的探討 就是覺得每一個病人 如果他有任何的慢病 或者他擔憂 不知道病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他應該先求醫 每一個是作一個他自己 針對他的一個臨床的判斷 就會是最恰當 好 陳先生 好 或者我補充一下 整個異常事件的因果評估 整個機制 剛才有提到 關於新冠疫苗的授權許可裏面 其實食為局長都施加了一些條件 就是他要定期交一些 所謂的安全性報告給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是 會索取到有關資料 其實之前我也有提過 就回這些死亡個案 其實我們都問過科興拿一些數據 它直至到2月28日 全球供應了4400萬劑 當中有56個是死亡個案 其實在這56個死亡個案裡面 掌握數據 其實那個年齡都是介乎26歲到103歲 另外當中也都有20個個案 是涉及一些心血管的個案 年齡都是介乎50到98歲 但都是跟評估的跟疫苗無關 另外就是關於剛才問到 就是在整個專家委員會裡面 評審有關那個因果評估的關係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看得到 就是我們當收到一個個案之後 其實就會做一堆 我們所謂的很多的資料搜集 當然我們要聯絡有關申報的醫院 去跟那個醫生 拿取有關病人的資料 他的所謂的臨床狀況 他有些可能是在實驗室裡面的數據 另外就是我們都要問一些病史 另外就是我們都要搜集一堆 如果在不同的接種中心 我們都要問有關接種中心 在當時的情況 以及它的產品批斥等等 另外就是我們都要看回 在那一天他接種有沒有一些異常的情況 另外就是有沒有一些 關於在接種時出現的一些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預計 其實很多資料是要搜集 搜集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會跟回 我們現在世衛的整個準則去處理 我們剛剛有問到 就是我們處理了多少個個案 我們暫時今天會議裡面 處理了20個個案 當中我也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在處理個案裡面 我們看回就是那個病人 或者他的接種者 他自己說回他的情況 通常有四個類別我們可以界定的 一個就是跟疫苗接種是一致 另一個就是跟疫苗接種是不一致 另外就是不確定 以及沒有辦法分類 簡單來說 沒有辦法分類 其實他的資料不夠 我們是分類不到 另外就是不確定 就是我們其實在整個因果的評估關係裡面 是沒有辦法確定到有一個關聯 至於是不一致或者是一致 一致很簡單 譬如他接種了一些 有些頭暈或者頭痛 其實這些是整個疫苗 他那個臨床階段都發現這些 已經是一些常見的副作用 這些我們可能就會確定為一致 另外有些舉例 就是譬如他接種了之後 他入院 可能說他是一個 所謂上呼吸道感染 但其實我們看回 跟他的病史各種東西 根本跟疫苗就沒有什麼關係 這些就會被裁定是不一致 謝謝 下一個提問 後面那位男士 這邊 港台 想問今天那個死亡個案 想問是否已經收到私家診所的病歷 以及查詢了當日接種的情況 是否都有跟足的程序 跟著另外想問 至少看過頭兩宗的死亡個案 會不會說都有些共同的特點 例如是血管的疾病 都會呼籲如果是血管的疾病 例如這樣 就可能叫一些打算接種的市民 就要多加留意 是否要再諮詢一下 那些醫生的意見 第三就是想問回 至今出事的都有不少是長者 那有沒有說 就是可以為了再穩妥一點 那會不會是 就是剛才就說是可能一些 自己個人的情況 身體情況 都建議他們去看醫生 就是先問一問 但是會不會可以把這個步驟 要求是強制地做 例如要求60歲以上 或者是已知有些長期病患 就是無論程度是怎樣 都一定要看過醫生 就是可能是白字黑字 就是確認過先去打針 就是令到可能那個 這個異常報告 或者是死亡個案 就是可以再減少一下 這樣嗎? 麻煩你 我回應第一個問題先 那我們 最新這個 七十一歲的男子的死亡個案 我們都問過個韋斯嘉醫生 那一切資料顯示都是正常的 沒有特別的地方在那裡 那說回那頭兩宗的所謂死亡個案 我們見到第一宗其實是有嚴重的心道血管的問題 那第二宗其實相對來說 雖然它是那個大動脈撕裂 但是它本身的血管的狀況 在解剖的時間 其實是相對地不是說太嚴重 所以我們看回可能那個大動脈撕裂 是有譬如可能一些是天生 或者一些退化的情況 所以才會產生得到 那這個呢 我們其實主要就是講回 很重要的是 一些如果病人本身它是有長期病患 而它是有病徵 假設譬如本身病 它有心痛 有氣速 是未控制得好的話 那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真是很熱切建議他們 先去找了他們的家庭醫生 或者他們本身的醫生 去控制它的情況 它的病情 然後跟著才接種那個疫苗 這樣就為之穩妥 那至於你說其他的 譬如說是 我們其實主要是看回 是跟那個基線的比較 就是每一天其實有幾多的個案 那如果我們覺得 其實那個疫苗接種的情況 是跟那個本身 每一天的基線的 譬如說是觀心病 或者是一些的 腦血管病的基線 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其實我們就知道 跟那個疫苗接種是無關係的 至於剛才提及 就是說要不要強制看醫生 但是我們也都想強調 整個疫苗計劃其實是自願的 所以也都是基於希望做到 盡快控制疫情 做好透過疫苗 可以保護到那些接種的人士 那在這一方面 我們也都要強調 就是經過有不同的專家委員會 和聯合科學委員會 不同的專家的審視 其實接種疫苗的效益是大於風險的 我們想在整個疫情 盡快可以處理到 令到社區的感染 就進一步減低 一個高的覆蓋率 必須是一個先決的條件 也都大家看到了 海外或者全世界 那些有疫苗供應的國家 都已經全力開足馬力 去做過接種疫苗的 所以正正是這樣 我們在進行這個疫苗接種 希望有這個高覆蓋率 保護到市民的健康之外 我們也都有這個安全監測機制 就確保在這個監測機制之下 找到的一些異常的事故 是不是由這個疫苗造成的 這個我們是會和專家們 再攜手去努力 謝謝 下一個提問 後面那位英文問題 有些英文問題 有些英文問題 從《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w do the experts view the rate of the three deaths or now four among the 93,000 doses of Sinovac vaccines administered in Hong Kong? It seems pretty high compared to the 56 death cases among the some 44 million doses administered worldwide so why does the rate in Hong Kong appear to be higher? My second question is most of the cases have the severe adverse cases have pre pre-existing corona artery diseases before the vaccination so can the experts confirm whether there are any risk factors for people with pre-existing corona artery diseases when taking the Sinovac vaccine? And my third question is the mainland does not vaccinate people age 60 or older with their Sinovac vaccines why does Hong Kong proceed to vaccinate elderly people in the scheme if even Mainland China doesn't do so?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can you give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risks of the vaccination? again given that one death case now the fourth one recently is yet to be ascertained as there are no details yet? thank you. so first of all I think that when you say that the you know overseas there like 56 deaths in 44 million vaccinees and then in Hong Kong we have four with three in fact so I think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cases are currently we find that they hav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vaccination so if you count that they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vaccination they will not be counted as death resulting from the vaccine as such so and of course we will have to wait for the detailed final report to confirm that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the second thing of course is that in terms of the coronary arteries is that we know that people who have poorly contro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or ischemic heart disease they will have higher risk of course in fact if they are whether they are vaccinated or not they will still be at risk of having a sudden death.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compare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he vaccine with the so called or baseline in people who subsequently developed ischemic heart disease or myocardine infarction and of course comparing to the death in terms of the daily or the annual incidence people who actually subcome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of course the in terms of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in China in mainland China of course they are currently recommanding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18 to 60 to get vaccinated but there's a likelihood of course that the program will be extended to those above the age of 60. so I think it's difficult to to comment the approach of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but important is that in terms of the expert advisory panel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panel we have had a scrutinize all the of the data for especially not only for the people with chronic unis but also for the elderly and from those data and also from the our experience that in the third wave that a lot of elderly people have succumb to COVID-19 based on these data we have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have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vaccine should be prioritized to elderly people and of for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illunis and that is the rationale behind. Overall assessment of whether vaccination program I would like to supplement what professor Hung had mentioned first of all we would anticipate and we will expect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e in number of these adverse events related to vaccination mainly first of all you know every day we have thousands of patients you know visiting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with the roll out of the vaccination screen covering more and more groups of people we will expect many of them who are already patients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ey may recall history of vaccination so this is not unanticipated right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get vaccinated if up to 70 percent or more than most of people who are visiting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ey would have a record history of vaccination right this is number one secondly we have one of the excellent healthcare system in the world so we have a very robust surveillance system and we are doing that in a very vigilant way especially for this adverse event post immunization system all the healthcare in care professionals with attention on the covid vaccine program they know they need to report any incident be it you know minor incident or severe problems they would report so that refl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system that is why on a daily basis we are receiving some reports alright and in terms of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the vaccination as professor hong had mentioned indeed if we could notestablish the causality or the you know the causality between the vaccine and the adverse event then we cannot conclude any risk alright so unless you you can conclude that certain events are related to the use of vaccine then we can calculate the risk but up to this momen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evidence right but we will be keep very vigilant monitoring on how you know all the events and also we will very closely monit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ccine program 下一題前面這位女士 各位好蘋果日報 想問回今日71歲的男子 剛才好像也有說他其實 健康狀況暫時都是良好 但他也是四天後這樣撤死了 到現在其實都未釐清到死因 其實現在疫情穩定之下 為何不能去叫停接種科興這個計劃 還有剛才陳先生就說 根據科興提交最新的數據 就說有4400萬然後56死 也有提過20個是心血管病死 那這20個是包不包落那56個死的呢 還有香港就打了19,000左右 已經死了3個 剛才英文問題也問過 是否香港特別不幸呢 為何中國針對60歲以上都未接種 但香港的老人家就要60歲以上 即是優先群組接種 是否將香港的老人家當白老鼠 他們就是第三期數據呢 最後都想問一下 剛才說會交給死因裁判官 但其實現在第三期數據都未有 那死因裁判官其實是根據甚麼去裁定 他死因可疑或者其他呢 那會不會遲些數據發現 原來是會誘發中風 原來是誘發某些慢性病家劇了 那到時這些人命是誰負責呢 還有如果是間接的話 他們有沒有申請那個基金 是否都要看死因裁判官 還有科學委員會的判決 兩方面都有齊才可以申請那些基金呢 麻煩你 或者我先回答你的問題 關於今天那個71歲的男士過身的個案 因為其實我們有的資料顯示 都沒有一個充足的資料 關於他的死亡的原因在那裡 那死因裁判官的功能或者工作 就是因為有些個案 他們要知道病人究竟是甚麼原因死 可能心臟病 可能是腦中風或者其他問題出現 他們的工作就是會給個結果 關於他甚麼原因導致病人死亡 那麼我們的專家小組委員會 就有這些資料之後 當然我們會盡量去嘗試 拿回其他我們未有的資料 包括我們都會去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病例 我們不知道的 或者有些其他的數據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才會做一個因果的評估 有這些報告我們才知道 有所有報告才可以知道 這個和這個疫苗的關係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 我想跟你重新 現在那個 在一個這麼短時間過身的個案來講 我們要怎樣做怎樣做的安排 我們也要更正 其實是那個三期臨床數據 其實已經是有的 那我們那個 疫苗接種專家委員會 其實也審視過第一、二和第三期的數據 第三期的臨床數據 其實是有巴西、印尼和土耳其的數據 我們也有看過 也有知道它的效用 以及以致它的安全性 也有 雖然人數是少一些 也有一些長者的數據 也有的 我們知道其實它那個 報告了 比如巴西的數據 其實說的是 有心臟病 而所謂是有一個嚴重的事件 其實都是得一種 所以看回其實那個人數 其實是少的 也都是跟那個疫苗接種 是無關係的 所以其實是有第三期臨床的數據 給我們去評核 也都是經過看過這些數據 以至到是 那個科學委員會也都是看過 剛才也都說過 我們知道長者的感染 新冠肺炎是死亡 或者有併發性的機會是大 所以我們平衡之後 是覺得這個疫苗 適宜在長者接種 他們也是一個優先的群組 至於設立基金保障 政府設立了10億基金保障 主要是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要有一個註冊醫生的證明 證明他那個事故是跟那個有關的 就是跟那個疫苗有關 第二就是也都要經過專家委員會的評估 也都是確認了這個有關 又或者是第二個類別是未能確定 不能夠排除 也都變成結合了就可以申請這個賠償基金 要提一提 為何要賠償基金呢 正正我們顧念到 是要如果當有人有了發生事故之後 他要拿賠償呢 以往的做法 就可能要透過一些很擁場的法律程序 可能很多人也都急需要有一些資源幫助 在賠償基金 如果剛才說的那些條件成立之後 他們就可以儘快先拿了一些錢去應急 變成無需要在那個法例上 就是那個訴訟上就可以糾纏太久了 陳先生 我補充一下 剛才說的20個個案是包含那56個裡面的 其實年齡都是介乎50到98歲 還有最後評估都是跟那個疫苗接種是無關的 好 下一條 最後兩條 那邊那位女士先 是TPB的 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行家都有問到 到底那個死亡的比率 就是香港那邊那個死亡的比率 還有科興之前提交的數據的比較 到底香港那個死亡的率是否特別高呢 還有第二 都聽到有病人組織其實就是要求 不如設立一些註冊的護士或者醫生 在接種中心當場幫那些長者 去看到底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有事 那這樣會不會都是一個 你們接下來會考慮的方向 可能是建議或甚至強制要做呢 麻煩 我講回那個比率那裡 剛才都講過 因為現在的時間太短 我們也看回其實暫時那三個個案 尤其是頭那兩個個案 跟那個疫苗接種是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那所以基本上你就不可以當它是一個 即是跟疫苗接種死亡有關的個案 那我相信時間久了 我們會有一些實質的數據 是可以跟國外的一些數據作一個比較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個在每一個接種中心 其實我們是有醫生 有急症科醫生 也都有護士 是很有經驗的護士在這裡 會駐場 也都是會 跟一些長者或者一些有懷疑 或者有病徵的接種人士 是會做一些評估的 也都會在那個情況底下 會建議它是否適宜接種 至於那個在接疫苗接種中心 會不會有多些保障在這裡建立呢 那我或者講多一點 首先第一就是 所有人如果要去 就是預約去疫苗接種 在那個預約的網站 我們都已經很清楚羅列 就是有什麼禁忌的 即是說哪些人是不適宜 是接種接種疫苗 那那裡是要每一個版面 它都要剔掉 即是都要被適宜 才可以再下去那個申請 那包括了什麼呢 一些禁忌就是 譬如它對那個疫苗 本身的成份 或者一些物質 是有一些過敏反應 如果以往曾經 有嚴重的過敏的一些歷史 另外也都是有 譬如說嚴重的神經系統的疾病 又或者是一些 我剛才講過 就是未控制到的一些 嚴重的慢性的病 還有懷孕期或者暴雨期的負類 那這些都是不適宜接種的 那此外呢 我們也都是 也都在信息上也都給到 就是說 在很多情況都要留意 要先看醫生先的 包括了 譬如說有些慢性疾病 如果它不清楚自己的病 會不會受到疫苗影響 這些都要先看醫生 做個評估先 那這個是第一個地方 那第二個地方呢 去到我們的疫苗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其實我們是有註冊的醫生 和護士的 都在那些中心那裏 那裏呢 如果當它登記了之後呢 它就會先去一個資訊站 資訊站那裏呢 也都是會 它會看回剛才我講的 那些資訊會看的 那也都有駐場的醫生 或者護士呢 當它有任何問題的時候呢 是可以呢 就是提出查詢的 那其實一直呢 我們在這些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呢 也都有接到這些查詢 也都有進行評估的 也都有處理 有些覺得不適合啊 就也都提議了 他們不要接種 那樣的 是一直都在做的 那這個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呢 就算它進去那個註冊站呢 在準備注射之前呢 其實那位護士 或者醫護人員呢 都會再問一次 它有沒有過問啊 還有那些特別的病 那第四個位置呢 就是當它注射完了 就… 如果說科興的疫苗 它也都是要求呢 就是要在那個休息區 就要逗留30分鐘 那這個是比起平常的疫苗 是逗留的時間 就是我們譬如 如果流感疫苗 很多時候都15分鐘 那是更長呢 以確保呢 在慎重地呢 可以觀察一下 那些人 有沒有出現不適 如果出現不適呢 我們那裡也都 即場有醫護人員呢 去幫他去處理個問題的 那當然了 如果離開了 那個接種中心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也都有 我們那個就是監測 安全監測系統 那個系統呢 就是幫他們呢 就是去確保呢 有些事故呢 也都可以可以 就是在我們的網絡上可以 穩度 謝謝 黑色衫那位 你好啊各位 我是明報記者 第一個問題呢 就想請教一下 現在的三、四宗就是 死亡或者危殆肝裡面 而判斷了它是和接種疫苗 無關 可不可以說一下呢 就是 根據他們 就是以知的背景 就是和他們那些長期病的資料呢 在一般情況下 其實 就算他不打疫苗 他有那些病 其實是會有什麼原因 或者是什麼情況下 會導致他們出現那個危殆 或者死亡的事件呢 現在 就是 出現這五宗個案 其實他們本身的病情 控制得穩不穩定呢 就是如果他們 本身不穩定 但是接種了 那是不是顯示我們現在那個 現行的機制 就是有些漏洞 會被這些人打了疫苗呢 第二方面就是想請教一下 剛才孔教授有提及到 譬如糖尿病 大動脈絲裂 冠心病等等 嚴重疾病的 每一天死亡的機線 想請教一下 其實現在在香港 現有這幾兩個星期 裡面的數據 看到有沒有比這些機線的水平高了呢 另外就是剛才有提及到 雖然說是沒有關係 但是粗略就這樣計算 譬如香港三宗死亡幹 就超過9萬多的接種疫苗 其實比率就是0.003% 對比全球的就是0.0013% 專家如何解讀這個比率呢 會不會是高了還是怎樣 現階段可不可以完全排除 這些接種疫苗和死亡 或者危殆的間接關係呢 最後就是想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香港有沒有叫停機制 譬如現在還在維持著說法 就是接種疫苗的好處 是高過壞處這個立場呢 會不會叫停個別群組的接種 或者改變某些群組 就是打Beyond Tech 麻煩你 我先針對你說 頭兩個的死亡個案 包括上個星期報道組的那位 63歲人士 還有55歲這位 今天報道的那位女士 兩位其實都是有 我們知道是有長期病患的 但是你看回 其中一位就是有嚴重的冠心病 另外一位其實就是 本身也是有高血壓有高血脂 但是他們那個情況 尤其是說第一位的人士 其實他可能這樣說 他的長期病患其實是未控制得好 他本身也有心口痛 也有氣速的情況 那這些其實就是 跟那個疫苗無關係 就是本身可能 就是我們推斷有機會 他就算不打疫苗 有機會其實他那個情況 都會很短期內是會惡化 那另外這一位55歲的女士 其實他那個所謂的大動物撕裂 其實也都是跟那個疫苗接種是無關係 那那個情況是 可能也是 也都是沒有什麼病症 因為 所以他的情況可能 基本上 應該這樣說 不打疫苗 其實可能短期內 都會有一些的 病情惡化 或者有一個 緊急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也跟疫苗接種無關 所以我們看回 應該這樣說 那個基線來講 我都講過 因為時間太短 我們那個數字 其實不可以作任何比較 就算看 其實那個數字也很少 機線那裡我想補充少少 其實剛才我們說 一路那個監測機制 即遺場事件監測機制 其實分了兩類 其實世衛裡面都建議了 因應新冠疫苗的臨床大大阿叔 其實他都說 在上市之後那個監測機制 就要比較主動 所以除了我們現在收報告之外 其實我們都跟香港大學做了一個 這個火盤的計劃 那其實他就會拿一些大數據 即他會在一些公私營的醫療裡面 就是透過他裡面一些 我們特別關注的一些 可能跟疫苗有關 那之前我們都公佈過 那裡有四十多類 還有另外有十五類 比較嚴重一些 那其實他就會拿完那些數據 其實會做一些分析 那正正就是其實呢 世衛裡面都有提到就是說 通常分了兩類的 一類就是整個人口裡面 就做一些這樣的觀測 就是說其實你本身 在香港的人口裡面那個基線是多少 那你現在大規模接種了之後 其實有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那這些他就要拿一些大數據 跟著就要做一些分析 跟著就可能就會跟我們專家委員會討論 就是會需不需要 或者跟一些藥廠討論 就需不需要特別做某一些 所謂的特定的一些臨床研究 去針對某一類的所謂的病徵的 那這個就在主動監測裡面 會處理這件事 麻煩你 會的會的 我們分兩個情況的 第一個呢 我也想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 整個臨床事件的那個 評估專家委員會 其實都會大概每一個星期 會開一次會的 那除了好像剛才我們這樣說 就是有些比較嚴重 譬如死亡個案 或者進了深處治療部的那些 我們都會在第一時間 就可能給傳媒知道 因為都知道大家比較關注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都收到很多不同的個案 那我剛才也提到 其實我們要做很多搜集資料的工序 也都要去做一些因果評估 那我們其實就預計每一個星期 會開一次會 就審視所有的個案 那我們接下來應該是 禮拜四就會公佈第一批數字在網上 那當中我們都會 如果是收集了一些 所謂主動監測的數據 我們都會在網上公佈的 謝謝 好 今天的記者會 我先回答80歲那個 80歲那個其實關鍵 其實它真的有很多的長期病患 那你看回其實它本身 也都是有曾經中過風 它也都有高血壓 以及頸動脈硬化 以至到是有糖尿病 那麼這麼多的因素來講 其實你看回它就算沒有接種疫苗 我相信它因為這些問題 就算是短期內可能都有這些病徵 可能真的需要進去治療 或者是心治治療部 那麼我相信跟那個疫苗接種是無關係 那麼當然我們是要搜集多些 因為時間太短了 我們都要多一些的數據 以至到可能一些的 譬如是心路管 各方面的評估 各方面的東西 這樣才可以是肯定得到 但是我們知道它本身那個 譬如它一些 我們叫心路管的電腦掃描 我們都看到其實它本身 那個的觀心病都是非常之嚴重 本身已經是非常之嚴重 所以我相信跟那個疫苗接種是無關係的 那是不是那時候的情況是很穩定的 即是它那個病人的病人是很穩定的 我相信不是穩定的 如果你有一個這麼嚴重的心路管的情況 為什麼有這麼多長期的病患 都照給它打呢 這個疫苗 我相信有幾樣東西 要視乎那個病人自己的perception 它的感覺 因為整體來說 要看它有沒有病徵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如果真的有病徵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不適宜去接種那個疫苗 是要處理了 醫好了那個疾病 那它才去接種那個疫苗 梁滆議員 梁耀忠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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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最後的個案是70歲男士 我們問私家醫生接種疫苗方面 沒有任何疑似的情況發生 我在這裡沒有直接的資料 我的同事會有的 另外72歲的女士唐尿的位置 其實我們知道根據病歷來說 她是有一些疲勞的現象 打完針之後 這些情況在很多疫苗 也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位病人 她告訴我她沒有打糖尿針 因為根據我們資料顯示 這位病人是需要打胰島素 以及用糖尿藥去吃 所以其實我們在臨床 資料顯示 因為其實每一位糖尿病人 如果需要打胰島素 或者就算吃糖尿藥 她都會通知了 他們應該知道 要小心飲食和藥物的時間 因為其實會有血糖高和低的現象發生 如果準確處理得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個案 可能因為她沒有打胰島素 令到她的血糖很高 進入醫院 主要就是這樣 沒有一次想說 來春山 72歲的案件 之前GIS出局 便說她是現象防疫 是避免避免避免毒 那剛才... 明白,我們其實是昨天出過,我們的資料是有更新的 因為其實最新醫院的同事給我們的診斷叫做高血糖高心壓的狀態 是另一種,都是一種糖尿血糖很高的病發症 不過在臨床有不同的數據,顯示有不同的診斷 好,記者會到這裡結束,多謝大家 謝謝 應該是有信心的,因為其實你看到那個狀況 其實我們知道那些死亡的案暫時跟那個疫苗接種是無關的 所以我們都是很鼓勵市民去繼續接種,尤其是高危的人士 去接種這個新冠疫苗 如果原來是有信心的,如果是否有信心 我們知道是否是關於疫苗接種疫苗的病毒 如果是神經病毒,會不會知道 如果是關於疫苗接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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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疫苗 我們要知道是否有信心的疫苗 如果是指定疫苗接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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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 so if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you know incidents in certain diagnosis then that will be an alarm on alert for us to reconsider the vaccine status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status so this is the that we are constantly assessing It is foul because the vaccine's правда no interest in Sound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exchange for them we have to carefully check in 24 hours file pipeline email address Sorry how manyties 是沒有關係的時候,不加進去,那個死亡的那種 抱歉,你那個補充一點 那五十六個裡面是包括那二十個,那二十個都不跟那個疫苗有關係 香港現在這三個都沒有關係,就說不會加進去,那個死亡的那種 如果人家幫那個是不加進去 明白,幾樣東西的 剛才就說那個因果評估關係,當你收一個個案,其實它只要放進去 我想孔教授的意思就是,其實在這一刻我們收到那個報告,其實我們都會顯示出來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我們早來公佈的數據都會包含這些數據 只不過到最後,其實出來的結果,因果其實跟疫苗接種無關 所以最重要的訊息就是,其實是最後出來的因果評估 正如孔教授這樣說,如果我們到最後看到一些特別的異常事件 出了來,可能跟一些疫苗有關的 通常我們就說,有幾個情況要跟進 第一就是說,可能在那些產品的資料上面,我們要作出一些更新 另外,就可能要跟一些藥廠談 就是它在全球裡面有沒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是值得他們做一些所謂叫跟進的一些臨床研究 去證明究竟它真的是不是跟疫苗有關 這些就是一些世衛都建議我們去採取的一些措施來的 我想這樣吧,我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就是在整體上來說,其實一個疫苗 是不是在這個疫苗的接種計劃上 怎樣可以使用的疫苗去推行呢 一定是看那個疫苗本身,經過專家的審核之後 它的安全質素和它的成效是要過關的 毫無疑問,這兩個現在我們香港正在使用的疫苗 都已經經過顧問專家委員會 聯合科學委員會的專家評估過,看過的數據 但當然就是因為當疫苗在… 其實這些疫苗現在在全世界都是大量進行使用中 持續在大量的人口當中去施行的疫苗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再進一步收集它的不同的數據 包括了安全的數據 這個正正就是為什麼我們有監測計劃 但是也都正如孔教授、李醫生也提及過 我們所有的這些個案,直到今天開會我們都審視了 現在暫時也看到那些事故或者一些個案 其實沒有一個充足的證據 我們是證明到它是直接跟那個疫苗的使用有關的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在疫苗接種的效益是遠高於風險的情況之下 那個疫苗接種我們是希望繼續會進行的 尤其就是當我們那個新冠疫情還在這裡 而本地的傳播鏈亦然存在 我們到今天為止已經超過一萬一千個人受到感染了 也都有超過二百個市民不幸生僱的 因為新冠病毒 在這個情況下 是一個盡快用有效安全的疫苗 建立一個高的覆蓋率 其實跟全球其他國家都是一樣的 希望在這個情況下 盡快可以保護到市民 以及斬斷傳播鏈 謝謝 好,多謝大家,謝謝 謝謝